大家好,又回到我们望向编辑部YoutubeChannel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各位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望向正向浪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今节我们又谈谈中国代替国的越南 因为刚刚和美国升级了关系 美国是想在越南打造一个晶片的新基地 不敢 连我们这里的越南学者 都暂时 不看好 因为 最大的门槛是什么呢 就是Pure Training 都是人的 也是,你说得对 你没错 他就是 因为他 研究员 说有 200,000 shot 有20万人的短缺 是的 因为你知道 其实越南人读书都很厉害 这个也是现实 我们这里的越南的 同学都很厉害 但是 奈何呢 你看回 这个世界 这个不是我说的 连 美国媒体 他们当地媒体 都是说 越南顶级的大学 和人才 和中国比 还是有多大差距 因为 每一样东西都是人 现在我们是竞争人 你看 英国为什么 要排队这么长呢 等候 后诊 和手术的 为什么排队这么长呢 很简单 就是不够人 我们现在竞争就是竞争人 所以为什么之前 美国 记得 他 搞中国晶片的时候 他也是 叫那些 美国公民 那些 你不可以 点点点 其实这件事 因为他知道人 是最重要的 硬件 都是拿钱堆出来 很多东西 但是人的 头脑都说是AI AI很多东西都做不到 说真的 AI很多东西做不到 但是有很多东西都做到 但是 此时此刻 我相信 人 都是全球 争夺最重要的资源 那么 看看 现在 拜登就 访问了越南 亦都升级跟越南的关系 不过 连 越南的媒体 和我们这里有一间学校 都挺有名的 IMIT 就是 墨尔本王家里公大学 这间学校 为什么我都很有名 因为不特地在那里读过 事实上 那间学校也挺好的 以前不是那么好 但是现在好像也挺好的 原来他们的教授 是 一位供应链专家 都是 设计阿远先生 你自己人 看得挺透露的 他就说越南不单 是相当缺乏硬件工程师 就连 软件工程师 都很稀缺 好像硬件工程师 全部工程师 有200,000 即有 20万的短缺 但是只是硬件工程师 就有 最少 5万人是不够 现在越南有多少 越南可以 拿得上手的 他们说的 5,000 当然 叫美国那些去 但是 其实 外派的干部 不是可以派那么多 他们一定要 结合当地的人才才行 没错 你派那么远还要有很多补贴 你去其他 公干那些 都要补贴 各样各样的 现在他们 当然是大力推 有 案外包 Fanshoring 晶片 产业 亦是美国想 与越南重点发展的项目 但是 之前 不单止是这位 阮先生 他叫空冤 应该叫阮洪 他也说 其实他也问过 他们的香利 越南的确 都是 不够人 不够人 是极度缺乏科技人才 这位阮先生 其实去深圳 去过 其实 深圳可能一个区区的科技人才 多过一整个月 不过他有用深圳 深圳当然 在大陆来说科技差不多是最好的城市 还有 就是供应链依然 严重地 依赖 有案外包 是面临很大困难 很难跟大陆脱钩 其实拜登是知道的 但他一定要做个洗出来 我们是什么 当然现在也有新闻说 印度投资是超过600亿 是否记错 这个也很正常 因为他外移 但是 主心骨 当然你说 这个 大陆 上年 只有200 但是你想想 他的基数 进入了很多 之前已经进入太多 而且 走出来是否这么容易呢 很多东西 整条供应链在那里 当然你说 我们就复制大陆 也是 人 印度还有一个 就是基建 但是他的这个 硬伤 硬伤 当然 我们是 不可以看少这两个 竞争举手 我说出你的问题在哪里 不是看少的 是的 有些人说 我们也是说 说个问题出来 是不是 其他主持也有 他的想法 他又从另一个角度 其实我们的舞台很好的 是多角度的 不会是 一条 一条黑路走到底 你是看那几个 角度之后 自己去想是最好的 不会说 这样子要相信我 怎样怎样 我很恨这样的 我都说过我很恨 变成偶像 大家要想一想 那么看 澳湖战争 中美贸易战之后 美国 就想将 供应链 集中 是在 拥有 相同理念的 地缘政治盟友 当然越南当然 不算相同理念 因为越南也是 社会主义国家 但是 越南 就相对来说 他们觉得听话一点 这个就是现实 那么 这个就是证明了 政治一天都严长 当时越南和美国 越战 这么多人没了 过万人没了 美国 也令到 整个政治危机 在美国 那一样是他 这个 是这样的 这个世界 所以我们经常说 是俄乎战争 是 现在和西方搞得很僵 你不知道十年八年后 怎样 是对的 没人知道 不要 用 三十年的 之前眼光去看 我看到 那些 B&O 那些 HOL 又说 怎样 其实 很多 事情 你在英国 你们都好像 不知道英国发生什么事 何况 大陆 有些人 有些人一世都不去大陆 是吧 都等于一些陆人 这个 美国企业 当然它是有 将它一定的产业 搬到越南和印度 这个是现实 不单止 是越南和印度 柬埔寨也有 其实 这波半导体的供应链 重组的背景之下 越南的主要 的任务 都是承接很多中国 从中国搬过来的供应链 产业者 它也是主要的受惠者 这是现实 这次跟拜登去的 有Google 还有 Intel 还有 是 波音等等大厂的高层 但是你看到 拜登这次带去的高层 和 之前 每间公司自己 单独去的高层 吸收得差 因为 你知道那些大厂 都是自己的CEO去中国的 就像 Tim Cook 还有 当然他们说 Tim Cook 背弃中国 我相信就没有 我相信就没有 事实上 你说苹果是不是 卖得很好 反应 就没有以前那么轰动 这个也很正常 因为全世界来说 都是跟以前的差点 真心说 因为我自己 老实说到此时此刻 没有一刻想买 很久没有试过这种感受 很久没有试过这种感受 你是肯定双数吗 双数也不是 因为我的机器是1TB 以前我 升级机器 以前的Gigabin不足 到了1TB 而且 还有就是iCloud iCloud卖到最高级 即是最高 Storage的数 照相 照相说真的 没什么好承认 现在手机最大功能就是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但是 你说需要不需要很高级呢 看到 可以就可以 又未到这样 也难听说 很多世界很多地方都去过 是不是 有些人 看不到的东西我都看过 那么 比较平和 可能 但是心态不同了 心态不同了 所以有一天如果我突然之间出现在 在古巴或者是 智利 大家不要见怪 可能有一天我都要 因为我妈都跟我说了很多年 不如你去南美厂一厂 当然我现在40岁就 很难 如果有一天他真的很强烈 或者家里要我有任务去南美厂一厂 但其实我们 在南美就是在缩的那些东西 是想着 不要了 但是如果有一天 为什么我到此时时刻都没有这种想法 因为自己不会说 自己不会说 小时候 我一定要叫我儿子学习 中文 学习广东话 不然就像我这样 我识论中文已经很好 但是我妈其实很早就想我学习西班牙文 其实我都觉得她有一定的 原件 因为现在 南美大陆想不到现在 现在西方每个都争夺 对呀 识港差很远的 识港 我妈昨天看过G77加 中国峰会 她说 马杜罗是什么 这句话说得很好 我也不知道她说什么 一直说 那好吧 我也不知道 因为她看直播 有记者用英文提问她 叫她说中文 这是新世界 她说 等等她真的这么说 你看看 或者说西语 还有我妈说 马杜罗说的 都不是很 什么 都不是很重口音 因为他们南美是有一些 和每个地方都有不同 不是差很远的 其实 有些口音 少少不一样 阿根廷和秘鲁和其他地方差得比较远 他这么说 明白 即使美国展现强烈的企图心 但是未来的 道路挑战重重 其实 有件事我也佩服越南 他自己的媒体也 知道 反而他们的媒体 这个 越南Express International 这个媒体 算是挺 谦卑的 这件事 他说我们事实上 还是 严重缺乏科技人才 对大陆供应链 极度依赖 对于美国推动的有岸外包 是很大阻力的 实际上 没有什么机会和大陆脱勾 我都说过 越南他不像你们说 完全谈到美国 不是的 因为始终 他旁边都是强伦 一样的 其实我们看到 好像 很多国家 旁边强伦 你用越南的心态来看 其实 中国也是比他们强大很多 这个是不是现实 没有必要跟他们 关系 对 我们也说过 他有件事是当时 全面谈到苏联 事过一段时间全面谈到苏联 结果苏联老大哥 突然之间放了手 得罪了中国 所以他是有件事 有件事 刚才说的那位阮生 他也说 这个工程师 决得太厉害了 就算 连美国 东盟商会的代表 当然 他是美国人 但是也是 越南裔裔人士 他说 目前 越南硬件工程师 在 只能够满足未来十年 这个十分之一 虽然越南 有一亿人 但是 硬件工程师 五千人左右 但是最少 你说 不好意思 急起直追 有没有机会拉近一点 教育的东西不是这样 一朝一夕 教育的东西不是一朝一夕 还有 还有就是 看政府敢投入多少 其实亚洲人也是 亚洲人 对于教育也很重视 我们这里的越南人也很重视 我是很佩服他们 他们很多在这里 土生子都会说越南话 因为教会有很多免费课程 我觉得这里挺好的 我觉得 现在就差 90%的工程师 所以 还需要一段时间 而且 当然有些人说得很大 我相信 就算越南 越来越强大也好 也不会和中国 是 穷兵独武的 第一 他 事实上体量还是小 和中国来比 第二 就是 没有必要和鄰居 是没有必要的 没有必要嘛 你不是朝鲜和南韩 就算是南韩 他也不想 南韩也不想 虽然以往很多清朝 清朝 不单是清朝 很多的朝代 越南都和我们 是有动过手的 近代已经没有了 不是这样的做法 近代 近代也有一个磨擦 但是最后也是要修好 磨擦是很正常的 人家 Chapter 谁会没有 对吗 关于越南 其实 他们经常说大陆 有什么什么问题 今年越南 已经有一次大事 所以 大家 要记得 每个国家发展 都是一个过程 包括中国 当然越南也不是 基础仍然是比较薄弱 这个也不是我说的 是他们Express International说的 越南其实大城市近年来 涌入大量人口 那些承建商就建了一些屋 就好像叫甲子龙一样的迷里公寓 出售或者出租 但是说实话 如果你在胡志明市 之前叫西贡 其实他们也不便宜 租房子也不便宜 那些地方很贵 那些地方也很贵 人生活质素也很高 近华人区很贵 其实我挺喜欢南方的地方 北方就 我都喜欢南方 南方有些法国的风格 欧陆风情 你们应该近南方 因为你们也在南边 南北也去过 但我也是喜欢南方 我也是喜欢南方 南方 这个商人将利益最大化 但是 就是做了一些违法违规的事 因为那些 原来是这样的 消防徒生表面 就是有些事就做得不好 令到几十万 中下层的民众 暴露在极度危险的居住环境中 河内市一栋迷里公寓 其实日前就发生这个特大的消防事故 56人就是 离开人世 37人伤了 成为了越南21年以来最大获的一场消防事故 亦都惊动了越共的总书记 阮副总先生 阮副总 其实在拜登房 月之前他都说 这个和中国 搞关系我们 大家 快点来 我们离开 因为 而且 你们看 我们 我们都是同处 一圈 我们 其实 中国 文化 是相隔 其实 市发展 大家都差不多 遇到很多问题 越来越面临 人口越多 祸居等等 特大消防事故 原来 不单止 有些是位于两公尺 宽阔的巷子里面 每层 100平方米 200平方米 不过 就是分开了五户人 一户有五户人 一户有五户人 电制的分量 其实是 越南和泰国 我经常怕电线出事 原本不是给你这么多户人 一起用的 你一用的话 很容易消防事故 电流短路 部份户型根本是窗 甚至没有对外窗 并且还从六楼 围建到十楼 每一层 只有一条楼梯 所以在救援当中 云梯车 救护车完全进不了 私房车只能 停在距离事发 现场400米以外的地方 在这里叫做救援 再加上 公寓里面 屠生规划不佳 所以消防设施不存 部份的 这些 住户 最后 只能够 做空中非人 去保住自己 有些 是救到 有些 就是天人永革 其实 越南之星 亦都说 这份 媒体也说 过去十几年 河内 胡志明市 现港 这些全部大城市 大量人涌入 当然 大家都是固着自己的荷包 能省即省 大城市生活贵很多 其实在 胡志明市 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很贵 相对于其他亚洲地方 都不便宜 亦是 建了大量的迷你公寓 满足各界人士的需求 地点往往集中在大学林立的区域 很多承建商 最初以自住为名 建好之后再出租 或者出售 这些叫做公寓房间 其实 续清卖一张 劏房 其实建商 当然想尽办法赚钱 所以很少规划紧急出口 私房设施亦 很随便 所以 亦有两成 大意外 好似 一个受害人 他叫阮文南 现在在迷你公寓 住的 他就说 好像 几乎封住很多地方 没有紧急出口 这场特大事故在夜晚发生 所以控制非常困难 如果有境外执勤就可能好些 但是 这些其实 规划先天不足 因为 地点太窄了 太窄了 只可以这么说 这些 是很令人心 和每个地方 发展 这些事故 我当然希望 没有 但是 往往都是因为 没有经验 或者是 大家 没有 事而不见 没错 因为 始终发展中的国家 它有些东西 为什么 西方肯尽住 就是因为有些东西 没有那么紧 法律 是吧 也是一种叫做交换 只可以这么说 好 今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再见